各位好,虽然学测还没有放榜 但是大多数的同学都将面对申请入学的面试 不管你申请的校系是什么 面试的时候你所需要的基本能力 不可能一日集成的 因此我建议从现在你可以慢慢的多准备多练习 到五月中旬面试登场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很显著的提升进步 在这边我分享六个准备面试的一些小技巧 供各位考生参考 第一个技巧是用瀑布法找生命故事 各位你试着想想 到了面试当天 你跟教授见了面 你该讲什么 切记不要流水上 什么我当过班长、社长等等 请预先准备一则有意义的生命故事 这个故事必须是真实 而不是编造出来的一些狗血 学生可能会怂怂间说 我没有故事 各位这个可能吗 我们每一个人一天都是24小时 1440分钟 86400秒里面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包含你自己都在变化 只是因为我们长期对周遭的感知弱化了 并不是没有故事发生 只是我们很少去觉察内心它而已 在这边我教各位一个找故事的方法 帮助你把潜藏在大脑里面的记忆倒出来 让这个思绪像瀑布一样泄流出来 我把它称之为叫瀑布法 这个练习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叫做单人版练习法 你可以一个人找个时间长一点的时间 静下来去回顾思考 把这个时间拉回到刚入学的时候 顺着这个时间流 把高中时期最有印象的事情在空白的纸面上述写下来 就像瀑布一样让你的思绪流出来 记录的时候不要去拘泥在一些用字浅词上面 写完之后你再去看一看自己的笔记 去找里面的生命转折点 当时我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那件事情带给我哪些影响 这种单人版的练习坦白说不容易 原因是这个练习需要一些深刻的思考 那有一点烧脑 那所以呢我推荐另外一种练习法 叫双人版的练习法 你可以去找一位或者是两位都可以 你的家人朋友同学来当你的练习伙伴 那如果对方也是考生的话 那你们可以交换角色交互来问对方 一开始呢一样是以高中时期 作为一个搜寻的一个主要范围 那假设呢是假以两位同学 有假这个同学呢先回想陈述 他在高中时期哪一些是他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这时候以这个同学呢 你就专注的去倾听 并且保持好奇 你听到好奇点就请他暂停 然后问假为什么 当初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那你可以让他停留辨课去思考 不要马上逼迫他要立即回答 但是你也不要让他跳过去 那如果以呢 如果觉得假的回答不够充足 你不太清楚他讲什么 你可以继续往下再继续追问他 为什么 那你们可以用彼此呢 都感到自在的一个记录方式 比如说录音或者是笔记都可以 这样子找出来的故事绝对真实 而且呢独特 也对你是有意义的 有了这个故事的草稿之后呢 再进一步来深刻化这个故事 这个意义点是不是对社会有意义 或者对于想要申请的消息 有没有相关的连结 第二个技巧是用笔记法做效系功课 各位对于要申请的消息啊 你要充满的好奇 要花时间去理解这个系的发展样貌 建议你呢不要把系的网站当成像看小说一样 你应该要拿着笔跟笔记 边看边记录写下自己的想法跟疑问 各位你试着想想看 你嘴巴里面告诉教授说 我很想念这个科系 但是呢你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谁相信你 为什么呢我要你把研究消息当成读书一样 来做笔记 而且要提问自己呢 所谓学而不失则亡 你没有这样子做 你就像看旅游书一样 看完之后你就只是看过而已 你没有心得 那你没有动笔去写 就算阅读过程 你偶尔大脑迸出一个心得 或有一些想法 你没有立即写下来 这些心得想法呢 就会像你IG上面的现实动态一样 看完之后隔天就不见了 那你的灵光乍现呢 你没有记下来 大概也马上就不见了 教授不会问你说 你在我的系网站上面 尤其哪些东西请你背出来 他会问你的是什么 是你为什么想生起 你录取后打算如何学习 那你的回答呢 不能够是泛泛之言 而必须是有凭有据 凭什么 凭你在系网上面看到的资料 所做的功课 根据你这些做功课心得来回答他 教授就会觉得是你是有准备而来的 第三个技巧是 用短片法训练快思快答 这段时间呢我建议你每天啊应该要固定一些时间来阅读一些报章杂志 例如说像商周啦或者是天下等等都可以了解生活社会国际的议题 不要只是刷刷动态打打手游 我不是要你去抓这个什么识识题啊 而是要你去把大脑他的思考功能 把它热积去锐化你自己 因为长时间买手书堆 顿化已久的思维 你在看议题的时候啊 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这里呢我推荐考生呢 最简单也很实用的练习方法 我称之为叫短片法 年轻人呢应该对于TikTok或者是YouTube的短片呢不陌生 用你自己的手机像录TikTok或者Shots一样 限制你自己呢只能够针对一个假设的提问 发表最多60秒的陈述 把它录下来 而且设定个人思想 避免别人看到你练习的时候的纯样子啊 为什么要你录下来 一来呢可以回看自己讲的样子 二来呢你在练习的时候 利用镜头去制造前方好像有一个教授 这样子的一个临场感 这样子练习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保证你到现场不但不会紧张 你的回答也不会超时 各位你认为这样子很容易吗 你去照我的方法试看看就知道不容易了 但是这个就是真实 你没有练习 你到面试现场 你的表现肯定会跟你第一次短片练习 录下来结果一样 一样的糟糕 回放影片的另外一个用处呢 也是让你自己看看 你自己这样子的回答 是不是言之有误 你的讲话的语调音量 能不能够让人家想听下去 还是像YouTube上面的一些烂影片 一样的无聊 无聊到想跳下一步 那这个时候教授心里面的OS 就是赶快换下一个吧 60秒呢 只是训练你简洁不超时 但是你的陈述内容还应该要生动有趣 该如何去衡量呢 建议你在回放的时候 假设你自己就是听众 你的前30秒的讲话 是不是能够留住听众的注意力呢 如果连你自己都很难认同的话 我想别人的想法也差不多 那如果你担心 你是属于自我感觉良好那一种的 你可以把练习的短片 设定为跟特定朋友分享 但是不公开 然后把连结呢 提供给同学或老师 请他们给你回馈 当然不是所有提问 都一定能够在一分钟内讲完 但到底什么时候讲完呢 也很难有一个正确的说法 通常这种短时间的面试 是在博印象 而不是在笔论文 所以前30秒呢 就已经决定胜负了 附带一题 练习的时候呢 要你限制在60秒内去陈述 那因为这些问题呢 是你已经预先知道了 或者是自问自答 你已经想好答案的才入 所以你的语速会比平常还快 到了面试现场的时候呢 建议你可以稍微放慢语速 先专心听评审问什么 不要教授还没问完 你就抢答 记住你不是参加百万小学堂 而且呢 这样子会给人没礼貌的印象 只要你愿意跳出舒适圈 相信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练习 你的快思快答的能力 一定能够帮助你在面试里面得心应手 第四个技巧是 不虚不假 你就能够有自信 所有师长都会告诉你 面试的时候呢 你要展现出自信啊 要稳定啊 但是你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 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 因为你是虚的 你事前没有对消息做功课 或者口说表达的自我准备不够 第二个呢 因为你是假的 你准备的东西呢 根本不是你的自己的生命故事 而是讲别人的稿子 因为不真实 那你只好用背的 那当然一点都不像你自己 怎么可能会有自信呢 第五个技巧是 用属呼吸法来放松自己 但是呢 保留一点紧张 其实也是好事 各位 即便你准备了 你还是会紧张 那是正常的 有一点紧张 但是不过度紧张 反而对你的临场表现会有帮助 所以啊 不要幻想你会完全不紧张 那是不可能 也不必要的 这边我教你一个小孩都会的方法 叫做属呼吸放松法 做法很简单 不仅考生可以练习啊 任何人你想要化解紧张或平静心情都适用 这个做法呢 是你站着或坐着都可以 那我的建议是你端坐在椅子上 微微的闭上眼 什么都不想 把注意力专注在数呼吸 呼吸拉长 放慢 调整你的呼吸节奏 一吸一呼 算一个 从一数到十 你数到十之后 再从一再回头数起 这样子呢 大约数个两三回合之后 你就会缓解你的心情 我蛮建议各位 有空就可以多练习这种放松调节的技巧 我自己也常用 像我可能就天生比较容易紧张 一紧张起来之后呢 你模拟面试的时候 老师提醒的全都忘光了 口级啊 斗角啊 全都来了 之前的准备就很可惜 最后一个提醒各位的技巧是 当天的服务仪 一个原则 不就 不皱 合身 亮亮 有的人呢 为了面试 花了很多心思在打扮 其实不用啊 当天呢 请你穿 符合你的年纪的 半正式穿着就可以了 你不是去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 未必要穿西装 打领带 我有一个原则提供给各位考生参考 叫做不就 不皱 合身亮亮 所谓不皱呢 不代表啊 你要去买一件新的衬衫 你只要不要穿那件微微泛黄的衣服 就可以了 如果是新大户任务考生的话呢 你衣服有困难 你私下来找我校长帮你处理好 第二个所谓不皱呢 就是衣裤 裙都要探平 但是不需要探险 那亮亮是什么意思 不是搞蝶子卖萌 第一个亮是面试前 一周请睡眠充足 你的脸上呢 就会有自然亮折 好气色呢 会感染对方留下好印象 第二个 你去面试的时候 是夏天 皮肤很容易会出油 那种油光的发亮 最好不要 面试当天呢 请你随身 带一个吸油面纸 或者是手帕 进场前呢 把你脸上的汗水啊 油啊 擦干 感觉会比较清新一点 还有头发呢 你也不要忘了要梳理整齐 不用去做造型 也拜托 不要戴自以为帅 自以为美的帽子 除非你是去申请一些时尚的一些科系 或者呢 我相信呢 教授跟我一样 完全没办法接受 以上啊 准备面试的六个小技巧 由内而外 希望对各位考生有帮助 那这一集呢 我们就跟各位谈到这边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